中国大陆经贸市场 中国大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是世界的工厂也是世界的市场 现今是全球最受瞩目的商业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 2014年人口统计达13亿6782万人 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据2014年官方统计 国内生产毛额GDP为10兆2671亿美元 而个人平均所得7845美元 属于开发中国家 中国大陆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13亿人口造就了庞大的联系市场 根据大陆官方统计 2014年前面的贸易总额达4兆2558亿美元 其中进口占1兆9388亿 出口占2兆3171亿 贸易顺差达3782亿美金 大陆与欧盟美国的双边贸易 平衡的成长 但以日本香港等地的贸易 则有轻缓的气势 其中传统劳力秘籍类的产品 出口平稳成长 比如纺织服饰 鞋帽 消货品进口的成长幅度则加大 其中主要是民生用品 例如骨裂 奶粉 五制品 食用油等 这也反映台湾食品业及食品加工业 在中国大陆仍有极大的商机 中国大陆主要进口项目是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集成电路 原油等产品 主要出口产品为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及其部件 服装 及配件等产品 而目前台湾最关注的 红色供应链 及红色执行链等议题 就是近期 影响两岸贸易的主要关键 随着中国大陆在电子 直通信产品 生产技术的提升 对台湾相关业者 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2014年1至12月 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 1983.1亿美元 同比上升0.6% 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 4.6% 其中 大陆对台湾出口为 462.8亿美元 同比上升13.9% 自台湾进口为 1520.3亿美元 同比下降2.8% 台湾是大陆 第七大交易伙伴 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 为促进两岸更密切的贸易投资关系 建立有利于双方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合作机制是有其必要性的 ECFA货帽协议的早收产品 从2013年1月1号开始 已经全部降为零关税 截至2015年3月底 大陆累计至台湾进口享受 ECFA关税优惠货物 380亿美元 减免关税141.5亿元人民币 台湾共有46家金融企业 和321家非金融企业 利用早期收货优惠政策 在大陆提供服务 大陆三家金融企业 和141家非金融企业 利用早期收货优惠政策 在台湾提供服务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未来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并无太大问题 2015年以来 国民经济大致稳定 大陆政府坚持深化改革结构调整 打造大众创业万种创新 和增加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的双印情 推进互联网家行动计划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 和国际产能合作 加强自通讯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上海自贸区范围 新增广东、田津和福建自贸区 实施一带一路计划经济 将与沿线国家推进贸易、产业、 投资、能源资源、金融 以及生态环保的合作 但是目前中国仍有工业产能过剩 企业融资困难 房地产市场调整加深 造成经济压力上升 财政收入大幅下滑 银行呆帐率攀升等各项隐患 而在各项有利的条件当中 首先是出口产业实力坚强 出口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完善 近年来装备制造业 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 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未来资本财中间财出口 有望大幅攀升 二是中国对外投资合作 对贸易产生带动作用 受惠产业主要为大型设备 及零件、工程物资 三是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市场采购贸易等 新形态贸易方式 降低了中小企业出口门槛 四是国家支持 外贸发展的政策力度 不断加大 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综合来看 2015年全年 中国进出口 有望实现相对稳定成长 基于同文同种的优势下 相较于其他国家 台湾企业是属于较早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少了语言的隔阂 多了文化的相似性 台湾企业在妥销中国大陆市场上 多了几分优势 主要建议如下 借助ACFA零关税优势 积极开拓大陆内需市场 发展电子商务 及物流配送等商业模式 绿色环保概念产业 日渐备受瞩目 随着生活质量提升 食品安全成为消费者采购重点 掌握人口调整趋势 抢先卡位富佑及老龄产业商机 注重品牌的力量 结成品牌联盟 维护台商的整体品牌形象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台商对大陆的直接投资迅速发展 截至2015年 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过9万个 实际使用台资超过600亿美元 如加上台商经第三地转投资 大陆累计实际使用台资超过900亿美元 排名大陆吸引外资金额第二位 早期由于要素成本 政策法律环境 文化氛围等原因 台商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近十年来 环渤海地区的北京 天津 山东 河北 以及中西部地区的 四川 重庆 湖北 河南等省市 也成为吸引台商投资的地区 2000年前后 中小型 服务业台湾企业 逐渐向大陆发展 目前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 是属于一个高度及快速的一个发展阶段 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实体同路跟电商有着 很微妙的一个关系 成为大家所理解的整个中国在跟世界的一个接规的过程当中 它充满了很多的变数 是欧美市场 然后我们所困难理解的 侨服集团未来的发展 我们的主题会是在三个主题 这是我们的DNA 首先是综合体 第二个是绿色版本 然后第三个是艺术 那这三个DNA会是在 因为我们未来 侨服不管去哪边再开展项目 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DNA 坚持自己的本业 坚持自己的理想 然后好好做 我认为在大陆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市场 大陆从以前的世界工厂 现在变成世界最大的市场 那对台商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握手 希望说台商要介入的话 可以先到二级或是三级城市 先把它做大 再来北京 我相信这样子的成本比较低 那失败成功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没有文化的隔阂 没有语文的障碍 我相信结果是一个最好 最佳的事情 那也是台商重新发布 尤其在两岸签一个发布 很多在大陆的台商已经进入到国民大业了 我也希望说台商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台湾贸易中心 有名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为台湾最重要贸易推广机构 本中心拥有 一千两百多位海内外专业经贸人员 遍布全球各地近六十个海外办事处 形成完整的贸易服务网 中国大陆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 两岸贸易依赖程度日渐紧密 目前台湾贸易中心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青岛及大连 均设有代表处 在武汉 南京 厦门及南宁设有联络点 提供的服务项目主要是商务联系 产品推广 市场调研 技术交流 提供大陆台商咨询及服务 身为代表处呢 我们提供最专业化的服务 以及最在地的角度 协助您了解并进入这个市场 2014年 中国进出口增速 比全球贸易增速高出2.7个百分点 也高于美国 欧盟 日本 印度 巴基等 主要经济体增速 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 进一步巩固 现见中国大陆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台湾贸易中心 愿携手台湾企业一同脱销 在发展的路上 一同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